慢足肺急性加重期治疗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石志宏 西岩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慢足肺的急性加重期 它的表现就是咳 痰 喘 这三个症状在短期之内出现了一个恶化 因此慢足肺的急性加重期 病人的症状就会比平时要明显的加重 尤其是呼吸困难的症状 也就是气短的症状会明显的加重 因此在慢足肺的急性加重期 要依据病人的基本的情况的不同 来选择不同的治疗的场所和治疗的药物 最简单最轻的一些病人 我们可以通过在门诊去调整 肢脊管扩张剂的使用 来缓解病人的气短的症状 来控制慢足肺的急性加重 在有感染因素参与的慢足肺急性加重 这些病人可能还需要使用一些抗感染的药物 甚至还需要一些口服的或者吸入的 糖分子激素的这一类的药物的参与 而对于一些非功能基础比较差的 或者这一次慢足肺犯的比较厉害的这些病人 可能需要把病人收到住院进行一些治疗 那么这些治疗就会是一个综合的治疗 它包括了吸氧 包括了给予病人质疾管扩张剂 给予病人糖分子激素 甚至还包括了给予一些抗感染治疗 有一些病人可能还有呼吸衰竭 或者非心病的这样一些表现 因此还需要给予必要的辅助的呼吸 以及纠正性能不全等等这样一些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